本教孩子和孝敬父母的重要性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22比6 父母 汉娜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诗篇127比3 故人用仗打儿子的 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箴言13点24分 敬畏耶和华的 再有倚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箴言14点26分 趁有指望 就要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因他哭泣而忍耐 箴言19点18分 余蒙泥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 可以远远赶除 箴言22点15分 不可不管教孩童 你用杖打他 你用杖打他 他并不至于死 你要用杖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箴言23 第三到14 账和责备能加增智慧 放纵的儿子 使母亲羞愧 箴言29比15 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是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箴言29比17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 你的儿女必大想平安 以赛亚书五十四比十三 大儿子的人 尝使儿子受账则 好教儿子终日欢喜 管教儿子的人 并应儿子欢喜 在亲友中也应儿子欢喜 教导儿子的人 使仇敌忧伤 在朋友面前 必因儿子欢喜 父亲死了 他却像没死一样 因为他留下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 父亲活着的时候 他看见他 就为他欢喜 他死了 也不忧愁 他留下了一个像仇敌报仇的人 一个像朋友报恩的人 叛逆爱儿子的人 必惨过他的伤口 他每哭一声 肠子就烦躁 为驯服的马 必变得任性 放纵的孩子 必任性 恋爱你的孩子 他必使你害怕 和他玩耍 他必使你忧伤 不要和他一起笑 否则你会和他一起悲伤 最后你会咬牙切齿 在他年轻的时候 不要给他自由 不要对他的愚蠢视而不见 在他年轻的时候 要压低他的脖子 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 要打他两肋插刀 否则他会变得固执 不听你的 这样会让你心生悲伤 要惩罚你的儿子 让他努力工作 否则他的引导行为会冒犯你 希拉书三十 一到十三 孩子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以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出埃及记二十点十二分 果儿 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 真言三 一一到一二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子叫母亲忧愁 真言十一一 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不可藐视母亲 真言二十三点二十二分 你们做完语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屡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这是第一条但应许的建议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以福所书六 一到三 你要全心人意地孝敬你的父亲 不要忘记你母亲的忧愁 要记住你是他们所生的 你要怎样报答他们为你所做的一切 希拉书七 二七到二八 孩子们 你们的父亲啊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着做 这样你们才能安全 因为耶和华赐给父亲在儿女之上的尊荣 又兼顾母亲在儿子之上的权威 孝敬父亲的 就为自己的罪孽赎罪 孝敬母亲的 就如同积蓄财宝的人 孝敬父亲的 便因自己的儿女而喜乐 他祈祷的时候 必蒙英允 孝敬父亲的 必想长寿 顺服耶和华的 必使母亲的安慰 敬畏耶和华的 就孝敬父亲 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主人 你们要用言语和行为孝敬父母 这样 福气就会从他们身上明告你们 父亲的福气 能兼顾儿女的家 母亲的咒诅 能拔出根基 不要因父亲的羞辱而夸耀 因为父亲的羞辱对你们来说 并不是荣耀 因为一个人的荣耀来自他父亲的荣誉 不名誉的母亲是儿女的耻辱 我儿 你父亲年老的时候 你要帮助他 在他活着的时候 不要让他伤心 如果他的理解力衰退 你要对他有耐心 当你经历充沛的时候 不要轻视他 因为你父亲的救济 不会被忘记 他会代替你的罪孽来建立你 在你受苦的日子 他将被记住 你的罪孽也会融化 就像冰在温暖的天气里融化一样 离弃父亲的人就像亵渎神的人 而母亲发目的人会被诅咒 这是上帝的诅咒 希拉书萨 1-16 如果我们管教孩子 他们现在会哭 但将来会小兽 如果我们不管教孩子 他们现在会小兽 但将来会哭 孩子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但如果他们长大后得不到管教 我们国家的未来会怎样 成年人的所有坏习惯都是那些 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没有被纠正或管教的 我们必须养育敬畏 爱上帝和服从上帝的孩子 我拿了一块活的粘土 必天天地轻轻地把它塑造成 多年后我又回来了 那是我所看到的一个男人 他仍然带着早年的印象 我再也无法改变他了